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后的第二天 第二大城市曼德勒 某处市场附近进驻了大批警力 气氛争处紧张状态 在缅甸的台桥与台商 安全问题备受关切 目前无论是桥校桥商或者桥团 目前都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当然整个生活是有影响 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些安全 或者说一些直接的受到正情的影响 根据资料 目前旅居缅甸的台商台桥有1000人左右 台厂大约有270家 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 投资项目包括电机电子 制携成衣 金融运输 食品橡胶 银件等 地点多在仰光市 迪洛瓦经济特区 博固 曼德勒 伊洛瓦迪省等 经济部投资处表示 有部分事务性工作停电 网路通讯受影响 目前台湾有三家银行 射分行 包括玉山 赵峰和国泰市华银行 一日都暂停营业 不过经缅甸央行通知后 二日都已恢复正常上班 新唐人亚大电视 林玉堂 曾一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一日都暂停满一日都暂停营